您好 欢迎收看12月5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台湾的天气湿湿凉凉 但还是很暖冬的感觉 要带您到全世界除了南北极最冷的地方 这里是西伯利亚东北部的萨哈共和国 也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冰冻之城 雅库茨克的所在地 这里现在竟然出现了零下53度 难以想象的超低温 因为我们冰箱冷冻库 也才零下18度而已 另外莫斯科也降下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风雪 现在空中的交通几乎停摆了 乱成一团 挨挨白雪硬衬 将克里姆林宫变成童话中的城堡 耶诞灯是点缀 仿佛置身游乐园 莫斯科有史以来最大的降雪 民众兴致盎然 交通却因此大乱 三个最大机场的航班 至少有54架次延误 另有5架次取消 光是过去24小时内 就有近200辆卡车被困在雪中 而在西伯利亚东北部 世界上最冷城市之一 雅库茨克所在的萨哈共和国 气温甚至降到了摄氏零下53度 却还有人冒雪骑着单车 这波寒流预计持续到周末 但其实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近年来在西伯利亚 摄氏零下50度的气温 已经越来越少见 反而是高温履破记录 涌动土融化的迹象越来越多 大爱新闻 姜玉婷编译 在带您到暖和一点的地方 印度则是遭到了 强烈热带气旋的侵袭 以相当于轻度台风的威力登陆了 沿海四个地区放起了气旋架 而清奈这一座沿海大城 也要求居民 非必要不要再冒险外出 清奈是印度非常重要的工业重镇 也是经济度汇区 主打的是汽车 电子IT 还有医疗生技的发展 这一波强风豪雨 引发了严重的淹水灾情 包含了鸿海 以及合硕的iPhone手机组装厂 也都宣告关闭 印度南部豪雨沉灾 强烈热带气旋米昌 5号凌晨2点左右 在安德拉邦附近的海岸登陆 强劲风势 最大阵风时速可达110公里 根据路透社报道 目前已造成至少两人丧生 当局不敢掉以轻心 准备疏散2.8万人 并警告渔民不要冒险出海 公车 机车 在大水中涉嫌上路 街道上甚至可看到摩托车遭洪水冲走 招牌 路数被吹落 坦米尔纳杜邦4号宣布 沿海四个地区停班课 并要求收复亲耐的居民 除非必要不要冒险外出 从昨天上 这个岸上有几天天天尸 把路了 所以路上上 盖纳杜邦 在路上 不可能行 到车 购物 这是很大问题 我们面对一个很短的问题 强烈热带气旋米昌 11月30号在孟加拉湾生成后 不断朝印度逼近 未来几天预计仅 持续北上 官员表示 路径行经地区处于高度戒北状态 此外 米昌也让青奈机场停机坪一度陷入一片汪洋 机场丝毫上午暂停营运两小时 部分航班取消或改降落至其他城市 带新闻 武贵真编译 时讯入冬又是肝险的好发季节 不少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肝险 误以为只是冬天到了皮肤变肝痒 结果延误就医 透过一些皮肤上的小状况就可以简单辨别 包括如果皮肤突然变得很粗糙 大量的脱皮 产生了好多的皮屑 还伴随有大片红斑的出现 那就要合理怀疑 尽快去给皮肤科的医生做检查 因为肝险不光光只是皮肤病而已 常会合并其他的疾病 而且都蛮严重的 包括糖尿病 高血压 肾脏病 还有关节炎 所以及早治疗也可以减少共病的威胁 红通通的小腿皮屑总是像雪花般飘落 这是所有肝险患者的噩梦 更别说每到秋冬季节就会大爆发 让王先生曾经求助偏方 人在午觉无助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很多耸动的字眼所打动 譬如说他可能说专制牛皮线彻底根除 那一次费用就是3000块还蛮高的 然后他开了几包药给你 那你吃了之后可能好像有效 但是过一下没效 而且复发可能会再更严重 医师说肝险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不会传染 因为皮层快速生长 产生红斑跟脱卸情形 主要好发在18到39岁 50到69岁的两大族群 台湾每1000人就有3人罹患肝险 而中重度患者就占了20%到30% 通常来讲我们会这样子一个手掌合在一起 这样就1% 而且是病人的手 通常我们认为有10个手掌 就是属于中重度严重的肝险 肝险到目前讲是一个不容易断根的疾病 不光是影响皮肤 可能有20%到30%的患者 也同时会造成这个关节的肿胀疼痛 甚至变形 肝险不光是皮肤出问题 还会伴随关节炎糖尿病 以及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 医师会依照严重程度开立口服或外用药物 甚至是照光 如果治疗不如预期 可尝试用生物质剂 我们的患者是中重度的肝险 全身的面积占10%以上 这时候如果经过两种传统药物的治疗 加上照光治疗三个月 如果效果还是不好 人就是中重度肝险 这时候医生就可以协助申请生物质剂的使用 目前市面上的生物质剂都有健保解剖 使用后肝险症状几乎能达到清零 控制良好 提醒患者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药物 否则伤了荷包事小 肝险反而更加恶化 得不偿失 大爱新闻李明华台北报道 岁末年中天气变冷 心却暖暖的时节 此季在全台湾各个社区 都陆续举行了岁末祝福活动 要带领到新竹还有竹东 亲朋好友们共聚一堂 聚集带了金丝堂以及共修处 从金社法师手中 接过了符惠红包 接过祝福同时想着来年 一定要继续地散播善念还有爱 2023年12月的温馨聚会 近似金社法师带来符惠红包 与众人结缘 此季竹东供修处 年度岁末祝福 大厅的大主统叮叮咚咚 听见善的力量大 而新竹进寺堂也看到竹筒回娘家 还有书画志工辉豪落下吉祥语 喜气洋洋的春联让大家准备除旧补薪 近几年制选文教基金会的课程成果丰硕 赚课班的学员印章上句句好话印在红包上 日本协和粉彩小朋友们玩出兴趣 环保展示区的手工帽和年年有余调试 都是取材字回收资源 有机会让大家在除旧不新的同时 体验到准结开销爱护地球 一样可以过好年 感同身受很容易说 却很难做到 花莲慈大附中国小部的孩子们 这一回感受到了 牵着看不见的同学 一不小心就会撞到 平常上上下下的楼梯 现在要踏出一步都不容易 当行动只能依靠轮椅的时候 仿佛处处是危机 这堂伸脏体验课 孩子们上得心惊胆跳 一人一手想要串个手链 即使互相帮助还是很不容易 这就是伸脏者的日常生活 这些伸脏人士们做的这些举动 都让我们觉得很简单 可是让我们实际觉得很困难 因为我们需要手远协调 我们还要跟同学一起配合 那样子让我感觉有点难度 那在学习的场域里面 如果有同学或者家中 有人是这样的话 他们最后可以更能多一点的同理 更希望他们能珍爱自己 这一个健康的身体 然后呢付出行动 身上体验培养孩子们的同理心 学习克服逆境 就是你看会觉得 跟就是如果很好的光影 你常会被光影给吸引 但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一个画面的时候 反而你会专关注在画面里面的内容 上人对我好像都很熟悉 其实我觉得他每天见那么多人 应该不会记得我 但是上人对我都很熟悉 李平平特别提及上人 是因为他这本新书的序 很特别就由上人来撰写了 他这柄圣语作品还精选 一百则中英对照静思雨 让心灵风景多了一股爱的能量 大家开始倒数要过农历新年了吗 高雄有一群有心人 他们却想着也行动着 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安装居家扶手 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现场 与您分享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就开往不同的家 阿嬷是福田志工干事 来 负责维持桃园靖寺堂一楼的环境整洁 虽然他们只是拖地打扫 看起来十分简单 却让人任何时候走进来 都感觉到舒服干净 这件简单的事 阿嬷十几年来都始终如一 她的自律让我钦佩 当初她搬来桃园 就是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 后来我上学了 妈妈鼓励她出来做志工 于是阿嬷从小家开始照顾大家 阿嬷做完福田志工 就开着小车去买菜 然后回家料理我们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顾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 阿嬷还有第三个家 就是福气环保站 环保站以前在靖寺堂的户外停车场 几年前惊人抗议 不得已搬到半山上 虽然这让环保志工出入变得很辛苦 但为了地球这个家 他们不辞劳苦为大家祭福 我是王朝成 她是我的阿嬷 王王宝珠 今年81岁 虽然她说自己没做什么 但是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个家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你说对吗 欢迎回到武安新闻现场 苗栗县公管厢 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 母亲车祸脑伤之后 行动变得不方便 家里头堆满了各式的杂物 儿子忙于工作也无力整理 家里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个家了 慈激志工动员清扫 让母子俩终于有安心居住的地方 也解决了邻里的困扰 厨房里堆满杂物与垃圾 志工不畏脏乱 动手清扫 阿公跟行动不便的母亲同住 母亲过去捡食许多回收物 都没有分类 屋内外脏乱不堪 她现在也是在生病期间 家里就一个儿子在照顾她 垃圾堆在家里 所以造成邻居很大的困难 现场清出不少资源回收物 志工一一打包搬上车 有分类 垃圾跟垃圾 该回收的我们把它清理 清扫行列中 志工徐玉恩 二姐日前往生 她把三天桑架 全用来做慈激士 就把这三天的功德 就回向给我的二姐 就是另类的商家 今天很感谢 我们慈激功德会的 师兄师姐们 大家同心协力来 一起来整理 清扫过后 房子整洁许多 志工用心付出 让这对母子 有了一个安心居住的环境 大爱新闻 我们珍善美志工 张海涛 张丽玉 傅台娟 苗里报道 天气变冷 长辈不带外出 等于待在家里头的时间 会更长 需要更重视居家安全 高雄的慈激志工就出动了 为有需要的高龄长辈 安装预测的扶手 而这一支团队很特别 只有一位师兄 搭配的其他志工都是师姐 照样能够顺利的施工 来看他们是如何 合合互协达成任务 车上满满都是辅具器材 他们是扶手快闪队 这个装扶手 然后帮他们申请洗澡鱼 止滑垫 主要就是要给它 卖地 浴室人去拔倒鱼 今天到今天争这一盒 是第60盒了 这止滑垫 你如果放在土壳 你也生活 等一等出来 长的时尽就不错 为把亲跟长者的居家安全 运用假日出勤 团队五人只有一名男性 但女性经过不让须眉 一回生二回首 三回只要我们的队长 装到哪里 我们就知道要拿什么工具 再次进女人都当男人用 装了这么多 是开心的累 安装过程快又准 团队还设计了贴心的方形铁盒 我们在车压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衣裳行下来 六四公里做得很整 我们来叫做祭宝盒 那这个在拐头吗 这个拐头吗 我感觉很好 很安全 我们有一个安全感 我就很感兴趣 还有家人生生生生生生生 答案都很好 都不理解 装了这样的一个扶具 长辈在沐浴的时候 我们会相对会比较放心 不用担心他在沐浴过程 会有跌倒的一个风险 律师有了扶手 预防长辈跌倒 法姓跟家属都有满满的安全感 大安新闻学林高雄报道 聆听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 是民歌歌手师笑容 和自闭症音乐家 还有几位年轻又有才气的 自闭症病友同台演出 他们用绝对音感 让外界看见 听见他们对音乐的坚持 重新诠释经典民歌 拜访春天 民歌手师笑容的音乐伴奏 全是自闭症心儿音乐家 在语言或者其他的表达上面 似乎有他们一些独到的方式 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 他们那个专注度 还有那个整个的对音乐的敏锐性 那个是其实是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达到的 我是个早产儿也是个新儿 但是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问题 我只不过是太专心在音乐领域上的学习 而疏于拓展周遭的人际关系 王容坚天生音感极佳 有新儿界周杰伦的称号 从小开始学音乐 大学音乐系毕业后 和其他自闭症并有一样 有语言表达问题 因此母亲积极想办法 找来其他新儿一起组乐团 也不知道怎么 还有没有力气帮助这些孩子 帮助自己的孩子 刚开始当然是这么想 后来我想很久 我觉得我在带这些孩子的辛苦 我想说我用人生最后的一里路 来帮助他们 所以我就成立了非常音乐家乐团 为了这些孩子找机会 他必须要克服自己的困难 然后巩固自己的心心 意志坚定 就为了要孩子更远 走更远 找出表演的机会 音乐会为自闭症 并有找到人生新舞台 发挥长才 也为他们打开一扇 通往职场的就业大门 大爱新闻梁家民 台北报道 好 生命自由美丽的出口 而我们越活越长寿 如何让晚年活得有价值 不厌世很幸福呢 马来西亚雪兰娥这一位叶先生 她年轻的时候 做过建筑承包商 而之后也开过继承车 不过等到年纪再大一点退休之后 就变得闲得发慌 甚至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生病了 结果现在她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一周得要上班五天 每天地点都不一样 说自己变得开心又踏实 来看看叶阿公老年的新职场 77岁的叶佳生 在环保站里停不下来 提个建硕 不属年轻人 开始的时候是不懂 我也不知道环保是要怎么样做 来到跟那些师兄师姐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就知道怎么样做 不知不觉这样一坐都坐下坐了两年 她年轻时曾是建筑承包商 后来有了年纪转任计程车司机 碰上疫情肆虐 生计受到严重影响 居无定所三餐不济 叶阿公只好硬着头皮向慈祭求援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就有想到说 替她找一个比较适合的房子 让她住得比较安心 我们就替她误示这些房间所需要的床单 床乳床之类的 因为她是一无所有的 77岁的高龄还想就业 男主登天 志工决定援助阿公的基本生活费用 帮她渡过难关 受到这种恩惠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报答 我就有这样去做这些 算是回馈 趁现在连年龄还可以做的东西 我就尽量做了 不然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做 可是两个人服作你 当然就不能去做了 一个星期五天 叶佳生都到不同的环保站去服务 好像上班一样 无论是体力或毅力 都得到志工们的大力赞叹 身体还能够 她都不会放弃每一分钟 需要去助人的那一个想法 这个是我们都要向她学习的一个 非常好的点 仙霞时当志工只是一份欢喜 真正投入志工培训 是学习培养个人修为的起点 叶佳生用自己的行动 想要大声告诉社会 银法族老有所属老有所为 达新闻知晟美之工 陈金香和永康苏玉发 马来西亚报道 以哈战争堂堂迈入了两个月 以色列军队已经攻进了 南部大城甘尤尼斯 等于这个指标点 加萨从北到南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安全了 高达有190万人流离失所 医院也不再是医院 伤患多到只能够躺在户外的水泥地上 医生克难蹲着为大家治疗 两个月大的婴儿在一次轰炸中受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加萨南部甘尤尼斯 这里是数万名流离失所 加萨人的避难处 却遭到以色列要求撤离 同时还以炮火无差别攻击 从北部逃过来的民众 以为可以避难 最后的安全区荡然无存 南加萨另一处的拉法 同样也遭到炮火袭击 居民从瓦砾堆中 试图救出年幼的孩童 以色列地面部队 对加萨发动地面攻势 从北到南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24小时内700人丧命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接到以色列军队通知 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 从加萨南部的据点撤离 北加萨医院伤患多到 只能入天治疗 还有民众受访到一半 身后又再度传来一阵炮声 可见轰炸有多频繁 美联社分析 以色列似乎想趁下次休战之前 加强力道打击哈马斯 联合国人道救援官员表示 加萨局势变得更加灾难性 没有生存能力的人们 被命令再次迁移 被迫做出一个又一个 不可能的选择 大爱新闻张力编译 再来关心今天下午过后的天气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场 《草山春辉》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者 听 mast 很久等